大家好 我是高萱 我擔任的位置是守門員 然後我接觸足球的年齡大概是幼稚園的時候 應該是六七歲的時候 我會接觸足球是因為我家人 我的父母都守門員 所以我就以前在他們身邊玩這球長大了 然後真正開始訓練守門員的時候 是大概在小學三年級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小學教練認為我有成為守門員的潛能 所以就安排我開始訓練守門員 所以我從三年級開始擔任守門員到現在 小時候的我應該是屬於就是一直訓練吧 因為小時候教練一直讓我們訓練守門員 守門員就是要長時間的訓練 然後基礎才可以變成一個優秀的球門 所以我現在也是一直在努力 大家好 我是台中斧圖路21號的段鈺 我的位置是守門員 我從國小五年級開始踢足球的 我從小我就看著我爸爸媽媽踢球長大的 我小時候是個很好動的小朋友 因為足球這個運動讓我真的非常喜歡 那也很謝謝支持斧圖路的各位球迷們 謝謝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Kochijun 我從中斧圖路由於高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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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名字是Kochijun 是Kochijun 我认为我开始了 我认为我做了一切专业的玩法 我认为我做了一切专业的玩法 但我认为我做了一切专业的玩法 我认为我做了一切专业的玩法 我认为我做了一切专业的玩法 大家好,我是台中福特务的李明威 我的位置是守门员 我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踢球的 那为什么我开始踢球呢? 因为小学是上体育课时打躲避球 被足球教练看到 而进一步找我去球队当守门员 那我小学是一个怎么样的球员呢?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积极的球员 当教练交代下来的每一个课题 我都会很努力的去完成它 而进一步去套用在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上 而至今我依旧享受足球带来的乐趣 未来我们也会努力面对大大小小的挑战 大家为我们加油 而这就是足球与我的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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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下期再见